最近這幾個星期 特朗普經常說 歐洲和中國將匯價壓低了 對美國是不公平 因此它認為是需要出面干預美元 要使它盡量讓它匯下 如果這件事真的實施的話 這個是貨幣戰的正式開啟 有什麼後果呢? 後果很簡單 美國的錢包是會少了錢用的 那個購買力是沒有那麼好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情況呢? 大家可以看看長一點的版本